哈喽大家好我是db 特别高兴因为马上快过我们的春节了 对不对 很多小伙伴相信也已经放假了 今天也是我们最后一天坚守岗位 但是人虽然放假了 你们放心节目不停更 我们的视频不停更 放假期间大家都可以继续看的 你们只需要时刻关注我们的频道 没有订阅的话一定要订阅一下 然后之前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说 db哥你们有没有机会 就是来我们这里玩啊 特别热情的要求我们 比如说在台湾了 然后这个马来西亚呀 或者是泰国呀 新加坡呀 很多地方啊 朋友都发向我们发出了邀请 我给他们回复就是有机会一定去 但是平时工作确实太忙了 但是这次春节的话 我们做了一下计划啊 我就想出去转一转玩一玩 对不对 自己也稍微调整和放松一下 之前小嫌姐姐也跟我说 她去这个泰国很多地方玩特别好 就是啊 看个大象啊 景色也很好啊 吃吃水果啊 反正各种都好消费还便宜 我就有点心动了 所以我决定去一下啊 去到这个曼谷 那去到曼谷的时候的话 肯定离不开这个住的问题啊 对吧 那怎么办呢 啊 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 比如说你去那边工作也好 或者旅游也好的话 也会跟我一样遇到这样的问题 对吧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也是我长期关注我们的粉丝啊 也是一直在支持我们的朋友 叫做笑须 那他是做什么的呢 是专门在这个泰国曼谷做这个房屋租赁的 可以提供你像这个酒店啦 土地啊 公寓啊 排屋 别墅 民宿 写字楼 还有服务型办公室 家庭办公室 就等等等等 一切跟房子有关的啊 他都可以搞定 是专门做这个租赁中介的啊 然后如果在曼谷当地有需要的朋友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 然后到时候我帮你们牵线搭桥 然后一起可以完成这个事情 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粉丝之间我们互相帮助 对不对 那同样 如果你也有什么这方面需要推广的啊 我可以帮上忙 或者是啊 也有什么好的东西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 你想让大家知道的话 也可以跟我联系啊 直接添加我的这个微信号 DBKS66 或者是扫旁边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我都可以帮大家 做这个中间商的这个工作啊 但是我不转插价 我不转插价了啊 就是这样一个事情 欢迎大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 那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连线环节 喂你好 你好 有什么问题需要咱们沟通一下 先讲出来让我了解一下 我今年35岁了 我是搞装潢的 啊 这个这个这个生意挺好的呀 啊对 然后我也结婚了 我我找了一个比我小一点的媳妇 你你老婆今天什么年龄啊 27 你们两个差了8岁 啊对 也是我之前就是朋友公司跑的一个业务员 他之前怎么了 我们信号不好 我没听清 他是你之前的业务员 我朋友公司的 朋友公司的业务员 然后有个交接 然后形象什么的 我觉得都很好 我追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和其他那些女孩不一样 可能不是特别喜欢钱的那种女孩 就不物质 对 啊那不挺好的吗 然后我这部孩子刚出生没多久 然后我现在都不想活了 什么意思 什么叫什么什么叫有孩子了 你不想活了 这这我没 有孩子不好是吗 这这孩子不是我 怎么知道不是你的 种就不对 什么不对 人种 人种 小黑孩 你不是黑人吧 我先确定一下 我是中国人 黄中人 你老婆是中国人吗 是 你老婆出轨了吗 这不是啊 他也跟我坦白了 他承认了吗 怎么说的 什么时候出的鬼 就是年前 他去坐冷场 去欧洲玩 他说跟一个黑人发生了那个 他跟别人发生夜情 你全不知道 他说出去玩吗 因为我比较猛 我就没陪他 啊 他自己去欧洲玩了 是这意思是吧 是 那那那怎么了 那你怎么能 一点察觉都没有呢 我们平时也做那个 我以为就是我的 啊 我理解了 他在外面玩完了 旅游回来了以后 你们又发生关系了 当然了 你们发生关系是很正常的 那夫妻生活嘛 然后后来发现怀孕了 你就以为这个孩子是你的 我这理解有问题吗 没有 那怎么呢 那你整个事情我了解清楚了 你现在想问我啥呢 我现在这个事 我是一点都结束不了 然后我又不想和他离婚 就合着这个事 你是打心里面一万个恶心了 但是你还舍不得你这个媳妇 他要不是个 不是个黑的 我也就不知道 也就这么着了 从现在 他现在是什么态度 我先问问 他一直跟我认错呢 我也 我也比较忙 其实我也挺有点理解他 但是 我接受得了他这个人 我现在也接受得了这个人 但是我是真接受不了这个孩子 那你能去把孩子给弄死吗 你能去把孩子扔了吗 那显然不行啊 我反正我听懂你什么意思了 我给你建议之前的话 我先问你几个事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有意无意的 你在跟我说 你工作很忙 你工作很忙 甚至都已经发生这个事了 然后你还下意识带出了一个 他也给我认错了 但是我工作很忙 有怎么怎么样的 你工作忙我相信 我方便问一下 你一年挣多少钱吗 一千两万 那你这个条件非常好了呀 那这个这点我了解到了 你跟你老婆年龄差了这么大 然后你天天在外面忙 你媳妇都干啥呀 我想我想了解了解 想吃啥就吃 想买啥就买 我能理解成就是 有点类似咱们看电视剧 或电影当中那种 夫太太的生活 他每天的主要作用 就是去逛街 消费 然后钱就是你给他 对 你现在这个忙 能忙成什么样 我想问 你比如说 咱就按月来画单位的话 一个月你能回家多少次 四五天吧 其他时间你都在外面忙是吗 对 因为这个有时候要跑工地啊 还有跟那些公司 卡账业务的什么都要我去 那也就是说 咱就按一个月三十天算 你有五天时间回家 其他二十五天 是你老婆自己过 是吧 对 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 你跟他过不过都且两说 但是 我觉得你们最后分开的概率会很大 你先别跟我说 你有多爱的啊 我今天想跟你说的是 你要把你自己出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事 为什么这么倒霉 千年不遇的一个事 摊在你身上 你得想清楚 你如果你想不清楚的话 有可能你还会有第二次 来 咱说一个细节 你说你们 你跟你老婆 最开始认识的时候的话 好 他是什么 你朋友 一个公司的什么业务员 还是什么东西 也就通过这个信息 我们能看到 他之前是有工作的 是吧 对 那以你后来 给我描述的情况 他每天在家 肯定不是一个工作的状态了 他从什么时间开始不工作的 我们确定了关系以后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觉得他那工作没有必要 又累又不挣钱 我就让他死了在家 所以你考虑的角度 就是因为没啥钱挣 咱俩在一起 我不会因为让你 因为钱的事犯愁 所以你干脆就别干了 从那一分钟开始 你们就开始产生问题了 我不是说 女人不在外面工作 回家当家庭主妇 或者怎么样了 就一定出问题 但是你这个关系 一定出问题 为什么 回家当家庭主妇的话 是因为分工不同 比如说男主外 女主内 这是我们常听见的话 干家庭主妇 也是很累的一个事 每天要照顾孩子 洗衣服 做饭 要打理家务 一天下来 一点不比男人 在外面工作轻松 你们家应该有保姆 什么这些吧 那些都不用他干 所以他整个人 就是一个闲的状态 他一天天啥事没有 他就会花钱 有很多人会说 哎呀那这还不行啊 我的理想就是天天花钱 但是我告诉你 只不过你没过上 那样的生活 当你过上那样的生活 人的欲望是无限大的 你今天想买一个 一万块钱的包 你发现很困难 但如果说 你每天都可以买一个 一万块钱的包 那个东西就已经刺激不到他了 当花钱都不能刺激的时候 他只能干嘛 他就琢磨你啊 或者琢磨他自己 怎么能让自己 通过其他的事情 再给我点新鲜感 再刺激我一下的 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是没有陪伴的 你认为只要我把钱 拿回来了就行 其实不是 他最后就会把你当成 一个纯挣钱的工具 他觉得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不在我身边 我不需要你的时候的话 你回不回来 对我来说也没啥用了 只要有钱就行 听懂了吗 我手底下有一群人要养 我不可能不功能 我理解呀 我理解呀 我没说让你啥也不干呢 我只不过说 你们的思路错了 你认为只要给到钱 就是他 对他最好了 但其实呢 他要的是精神上的东西 他需要有人陪伴 那当你陪伴不了他的时候的话 他就只能通过花钱 或者再通过其他的渠道 去找一些新的事来刺激他 这就解释他 为什么会出轨了呀 他为什么要玩一夜情 因为刺激 所以这才是出现问题的根本 你如果是需要改变 或者是个聪明人的话 无论你跟他以后分不分 或者是你再开始一个新的感情 千万不要再重蹈覆辙 再走一遍这个流程 你实在不行 你让他去找点事干都行 你哪怕说你出去找一个什么活 就不挣钱 咱不差那个钱 你去给别人钱都行 他有个目标感 他有个事儿感 他的生活相对来说是正常的 那就行了 能听懂这个意思吗 我懂了 我现在就想知道 这个孩子我是真不用 怎么了 最终的决定权在你手里 我只是给到建议 我不能不负责任的说 跟他分吧 或者就跟他好吧 我觉得你现在对你老婆不是爱 你想留下来他 不是因为你还有多爱他 你曾经爱过他这个事我无庸置疑 我不否定 但是你现在的状态更多的是不甘心 你觉得我在外面打拼是为了你 就是为了这个家 我做了所有的努力 我都是为了让你过得更好 你看看我挣钱 你花钱无所谓 怎么花我都不会心疼 我就是为了让你开心 你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 但是你却让我当了王吧 你给我戴了绿帽子 你感觉结果不应该是这样 所以你不愿意放手 也就是说你从内心深处你不想去承认 也不想面对这个事实 你是在用这种方式在逃避 但你说你真的建议这个事吗 显然呢 自从你给我打了这个电话的第一分钟开始 就说明你已经非常在意这个事了 如果你自己有能力把它绝对消化完的话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把这样的事情再讲给别人听 你都已经能过来问我的建议了 就说明什么 你需要的不是说我真正告诉你怎么办 你心里已经有一个答案了 你是需要借助外力 再给你自己增加一点信心 再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 从而让你最终下定这个决心和走出这一步 但其实你自己内心里面已经想走出这一步了 够清楚了吗 对吧 而且这个事不要再拖了 要尽快去解决 因为孩子已经实实在在生出来了 他会一天一天的长大 从你现在这个表现当中的话 我也不认为你通过后天的努力能给这个孩子多少爱 你现在对他更多的就是这种恨 不是恨这个孩子本身 而是一看到这个孩子就让你触领生情 想起所有开始脑布的画面 甚至你可能都会想到 你老婆在那天晚上跟那个黑人怎么在那滚床哪呢 我知道别说了 点到为止咱们就不多说了 我知道了 谢谢 好那就这样再见 在生活当中我们总是认为通过物质的刺激或者通过金钱就可以给予别人最大的安危或者这就是大家需求的东西 但钱真的不是唯一的 因为人是感情动物 咱们一起共勉吧 一起共勉吧 如果大家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的话 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假设这事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 你会怎么来处理 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多听取这个意见 建立爱情的同事彼此要互相忠诚 不然只会连累不该连累的家人 最后后果要自负 自己堵的路 是一支词将如何去面对难方的家人 种子长成萌芽才发现是一场意外 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由谁来替代 知徒一时至爽却给你们感情画上去好 但凡是个男人都放在街上头上这顶绿帽 人的欲望很可怕 但要学会自控 掌握不好平衡 最后只能失控 管理自己的同事也要多关心对方 多去沟通问题不然只会是感情受伤 感谢观看